加以冠名相信你會剩13% 你還要說這是政治抹黑 抹黑到沒人性 而且是政治事件 我跟大家報告 我後天星期五要出庭了 我去國會行事告發狀 我國會告發人臨國慶 我受到招招 我想說奇怪 我給我帶去 我們處處理事長 你有一間招招來 我又煩惱了 我好像接招招接不來 這段時間是冠時的 纏身 結果去找看 我第一次就招招這麼爽 因為上面寫的原告是林國慶 我沒有告過人 第一次說到不是被告 是原告林國慶 結果你知道 案有什麼 案有什麼 妨害激增法 莫名其妙 我是用洗錢防治法 你錢的還沒出來 結果用 稅金激增法等 我看到稅金激增法跟他做行李 淘沼水的一樣 為什麼不直接寫洗錢防治法 我就告這樣 我行事告發是這樣 結果暗命還不一樣 但是國慶大哥你剛才講說你也說這個相信他的人很少啦 13% 可是你看到今天不管是這個各個部會都來講說陳明文這個事情是沒有問題或是說要尊重個人隱私 因為如果陳明文現在他的這個信任度垮了這是不是南台灣的選情嘉義的選情小英也會垮所以你一定要盡量的維護剛才講台南都看到不尋常的味道出來啦 我說真的啦小英在嘉義縣的支持度還很高 但是陳明文跟他差很多 那小英如果要拉抬陳明文 小英要先把300萬說你相信他 才可以拉抬他嘛 是不是不是這樣嗎 你小英 新聞記者也問過了 他沒辦法他看在旁邊去了 連小英就不敢相信 民進黨裡面當然有幾黨字相信他